開箱愛心捐贈 富康巴士 侯市長移動移動 學著該怎麼操作 就像是一步一步踏上2024 任何舉動都得格外謹慎 我相信在提名委員會裡面 担任縣市所長的人 都應該會有機會共襄爭取 尤其為臺灣好 義無反顧 忠於松口加入提名委員會 首要任務就是協調立委提名 恐會讓始終和黨務保持距離的侯友宜 一腳踩進深水區 我認為侯友宜市長 若加入提名委員會的話 這個時點是非常合適的 畢竟身為國民黨的最強母雞之音 本來就有挑選未來助長 已經是第一次的權力跟義務 朱立倫口中的最強母雞 侯家軍站許有母雞風範 問題是這個中央提名委員會 也得主導2024總統提名作業 甚至有陰謀論指出 朱立倫邀請侯友宜 是挖了一個球員兼裁判的洞 立委的部分完全沒有問題 至於總統若是到時候有 球員兼裁判的嫌疑 我想迴避就可以了 被朱主席清點進提名委員會 侯友宜未來的決策 恐怕很難在齁齁啊做事 靜新聞和坤原許榮廠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